尽管在台湾地区举行九合一选举前 人们已经预料到民进党会败 但是当正式的选举结果一出 民进党惨败超乎想象 24日晚 国民党在台湾多县市胜选 据台湾当局选务主管机关的票数统计 在22个县市长中 中国国民党获15席 民进党获6席 另有一席为5党籍 面对这个结果 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 已宣布辞去民进党主席职务 而台当局行政部门负责人赖清德 和蔡外秘书长陈菊 也已向蔡英文口头请辞 今年 国民党阵营翻转颓势 在22个县市席位中占到15个 而民进党只占6个 除台南市、桃园市、基隆市、新竹市、平东县、嘉义县外 余家的地盘统统丢掉 可以说 民进党当局在短短两年内 就把曾经的看上去后世的家庭而败光了 民进党惨败有三大原因 第一 民生关键问题 蔡英文上台以来 在岛内拼政治 搞清算 在两岸之间拒绝承认九二共识 使两岸重新回到对立 蔡英文当局的心思没有用在和平发展上 两年多时间 台湾民众对此肯定会越来越不满 这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了这次九合一旬集上 第二 失去了大陆的经济支撑 台湾经济趋于恶化 蔡英文的政治立场 使台湾无法再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中获取红利 甚至是台湾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内 失去了五个邦交果 因此导致了目前岛内经济的衰败 2017年台湾的经济增长率是2.65% 远低于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3.7% 在过去的两年多时间内 大陆赴台旅游的民众骤降40%以上 台湾旅行业者因此大量倒闭 直接损失额达到上百亿新台币 第三、大打两岸牌 操弄意识形态 投靠外部势力 令人厌恶 民进党凭空指责大陆介入道内选举 在选举后期 蔡英文进行服选说的最多的是 选择民进党就是选择民主和爱台 民进党在电视台铺天盖地的广告是 境外势力介入道内选举 一系列荒唐的炒作 让一些台湾同胞开始意识到两岸的危险 他们对台独分子的孔中牌 反中牌早就反感 用脚投票太正常了 那么 对接下来的台湾当局 我认为应该继续保持较强压力 要继续挤压民进党的空间 与此同时 可以赤度与国民党的地方政府合作 让台湾民众看到变化的希望 如此一年多后可保国民党胜选 国民党如果一年多后能够胜选 两岸至少要干两件事 一是要再次通过服贸协议 二是要开始推进政治谈判 这两件事不应偏废 否则两岸统一会继续蹉跎无期 一边推进经济合作 一边推进政治谈判 如此方能有和平统一的希望 若国民党不这么干 那还是让他凉快去吧 过去 民进党是争小人 国民党是伪君子 若还是马英九的不妥不独不武 那本质上就是毒 国民党若在上台 推进两岸政治谈判应该是 两岸生化合作的必要条件之一 推动两岸统一不可再托 我们不能一再犹豫不决 虽然小蔡败选早就预料到 这是必然的 但是讲真的 我心里还是微微有些失望 毕竟民进党的越发猖狂巨统 那就变将的意味着 武力统一台湾的时间越快到来 毕竟长痛不如短红 中国拖不起 尤其是老一辈人 无论是蔡英文也好 国民党也好 只有你旗帜鲜明的支持拥护统一 我们才能对台湾施以援手 否则我们就冷眼旁观 看着他们在那里斗个死去活来 就当是一国两制的试验田好了 在你台湾一天没有回归之前 我就不支持也不给你援助 就看你自生自灭 直到都人心思归的时候 统一也就水到渠成了 所以 留着蔡英文继续折腾对祖国统一的贡献 要远比不古不古的国民党大的多 大家说我有没有道理呢 蔡英文你别走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一 还需要你继续折腾 继续努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党的水位